大家好,我是安安 今天我們來講的是十種不同的寫實牌組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這張寫實它到底做什麼 那你可以看到這是官方原文的這個英文 這邊有特別講Another Card 也就是另一張卡牌的意思 不過在這個官方中文翻譯裡面 這邊並沒有翻出另一張卡牌的這個文字 不過如果我之前翻的話 我其實是有翻另一張牌的這個敘述進來的 就理論上Elsa Bloodstone 你如果把它打在區域裡面最後一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把那個 它自己把區域填滿的時候 它其實不會Buff它自己啦 那這導致 就是這個官方翻譯其實稍微有一些些不準確 那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猜應該是確實它如果 就是自己填滿區域的話 其實自己不會Buff自己啦 好那這邊一樣稍微靜一下我們的工商時間 我們這邊以下拿到的數據 全部都是由UntabGG所提供的 那大家如果想要使用這個計牌器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使用我提供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在說明欄的第一牌 那大家點進去就可以直接下載了 那我可以稍微拿到一點點 kickback 好那馬上進入正題 那第一副牌就是這個寫石零費 寫石零費其實看起來還挺強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遊戲場數4200 其實不是開玩笑的 這是非常非常多場 而且4200場之後這個勝率跟這個 平均獲得魔方的數量其實都還是挺漂亮的 4200場其實非常多 你要想裡面可能很多憨兒在玩這個牌組 所以導致這個牌組的數據就 當然場數多的時候這個牌組數據 一般來說就會下降 呵呵呵呵呵 這只是一個統計學上的現象 呵呵呵 OK 那當然這邊就是這副牌組的核心想法 當然就是我們要抽一大堆零費起來 利用這個索爾放一張零費錘子進牌組 然後女索爾再把所有的零費抽起來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有帶黃蜂俠跟這個 WASP 然後還有錘子 所以我們最多這個女索爾是有可能抽三張的 其實就蠻多的 那抽三張就是能夠幫助大家來做填滿場地的動作 那這邊也可以稍微給大家看一下另一張卡 就是這個Mysterial 迷勁魔 迷勁魔其實跟這個 Elsa Bloodstone也是非常搭的 因為 迷勁魔它自己本身算是一種打出的效果 也就是說你如果最後一張 就是三個區域裡面 最後一張牌都是迷勁魔的話 迷勁魔其實會觸發在Elsa Bloodstone 三次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厲害的combo 也是為什麼現在這個迷勁魔 迷勁魔跟Elsa Bloodstone 安吉拉這幾張牌 基本上全部都黏在一起分不開啦 然後還有這個Hitmonkey也是 因為這幾張牌的combo其實都非常的搭 只不過你剩下的牌大概要帶什麼東西 通常也會帶Kitty啦 然後Lucage跟摩比斯 梅比斯 這個3M先生 其實基本上就是做Counter的動作 也可以順便解決一些場地的問題 這梅比斯當然就是用來Counter各種降費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其實 我這個藍框標起來 意思就是你如果把這張換成下面這張Shadow King 陰王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數值是在這邊 因為其實很多牌子差一兩張牌 不過他的這個Archetype Archetype其實是差不多 就牌組 牌組種類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換了一張功能牌之後 你可以看到平均魔方是下降的 勝率也下降 然後這個場數也比較少 所以其實不換是比較強的啦 只是 提供一個我有數據給大家做的一個參考 好 那第二副其實也是一個非常神奇的牌組 這是寫時月亮 這算是蠻特別的啦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一副其實 他也沒有帶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B小浦黑Monkey的這些combo 然後其實帶的東西是一些非常便宜的東西 就假設你Kitty是送的的話 那寫時你是用那個通行證買的話 你只需要Jeff跟梅比斯而已 那其實這一副就算是非常的平價啦 然後就強度來說其實也不差 因為你可以看到平均魔方獲取率是0.8 勝率58.7也都還OK 這重點是這個場數其實非常高啦 1900場其實非常之高 所以這一副其實應該也是不差的 有wasp跟月亮女孩可以做調節 其實是一個蠻有趣的現象 就等於說你大概T4或T5打這個月亮女孩 然後第六輪你會打兩張Kitty的這種play啦 或者是你可以打兩張Shadow King在兩路 然後把變Kitty這個獻出原型 或是把對面的安吉拉獻出原型 或是把對面的B小譜獻出原型 或是Hear Monkey索爾獻出原型 然後你再打你的正常體質的Kitty下去 所以就等於說他把Counter帶滿帶好啦 那其實應該也是滿強的 嗯 就等於說你第六輪是打一個 兩個影王跟兩個Kitty的這種combo啦 那等於說是幾乎贏兩路 OK 那接下來這是寫時彈跳 這一副就場數其實也是滿多的 不過因為彈跳其實本身 現在是稍微被我們的這個 梅比斯 剋啦 因為梅比斯會讓Beast彈回來的牌 不會變零費 就不會降一費啦 所以其實現在彈跳這一副就 相對來說是有一點點被剋的 不過當然也 就算對面牌組裡面有梅比斯 也不一定每局都會 T2或T3或T4直接拍梅比斯下來 所以 這一副還是有一些其他可以 呃 就是 你還是可以帶一些降費手段啦 就是 有時候還是有用這樣 那 彈跳當然跟這個寫時也是很搭啦 因為寫時 你 你把區域填滿之後你可以用 Beast 野獸再把東西彈回來 你可以再填滿一次 而且還會有降費效果 那當然有時候吃不到降費你就另回事 那你可以看到就像我剛剛講的 之前這個 呃 迷晉魔 Kitty 丹吉拉 Keymonkey 碧小浦 呃 還有這個寫時 這六張牌其實又再次黏在一起 呃 不過剩下的 呃 另外六張就改變這樣 那這邊一樣就 假設你不帶這個HOOD的話 不帶 紅東帽的話 你其實 改帶梅比斯的話 其實 這邊勝率下降 呃 魔方獲取率下降 然後勝率稍小提升 然後場數減半 呵呵呵 就其實帶HOOD還是比較大一點啦 呵 不過當然帶梅比斯 你可以保護你自己的牌 然後也可以 counter別人降費 OK OK 這是 一樣是另一副寫石彈跳 不過這副多帶了這個Falcon進來 都帶了 呃 飛鷹 那 畢死跟飛鷹 其實飛鷹 在有梅比斯的狀況其實或許表現還比較好 因為 你反而就 只是 比較便宜的把 那些EFFECA拿回來 不過因為EFFECA說實在並沒有太多張 所以這個飛鷹的效果就 變得比較不顯著而已 而且飛鷹通常就是 你需要很順你才能夠打飛鷹 而且 就是飛鷹在譬如說T5T6 可能就直接作飛 因為 你就不會想要把牌打那個 彈回來 那你要在 第六輪第五輪再把他打回去 其實就 就第六輪還要再打回去 其實有點難啦 而且等於說 畢死了你還可以把 比如說把 你要彈的牌集中在一路 然後在那邊彈 或者說你就空一路下來 給Beast 直接 下下去然後就不彈 所以就Beast還有選擇 可是飛鷹其實沒有選擇 其實飛鷹就 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啦 你可以看到這個 魔方獲取率跟勝率都是 雙雙下降 不過把上氣換成 Chavis之後 這個魔方獲取率跟勝率又 上升回來 所以上氣就是在現在的META 其實比較難找到一個 好的目標 你可以看到這一幅裡面 都是你要有後手 然後你才上到 其他人的Himmonkey 或什麼之類的 就上氣在現在的META裡面 能夠上到的東西 是比較難的 好 那第四幅 第四種牌組 是我們的寫實賽拉 那寫實賽拉算是就 然後老瓶裝新酒 就是還是樣帶賽拉 然後最後人爆發一波 這算是非常standard的東西 不過一樣你可以看到 就是Kitty 安吉拉寫實 然後 然後 米進姆 碧小浦 Himmonkey 這六張牌 一樣黏在一起 然後剩下的東西 再做一個改變 那 這邊其實有另一個版本 是帶這個小淘氣的 帶小淘氣的版本 其實還蠻不錯的啦 因為帶小淘氣 你可以把對面的這個 梅筆斯抓過來 然後 就把對面的梅筆斯關掉 然後把他的梅筆斯 變成你的梅筆斯 那他就沒有梅筆斯了 那你的這個賽拉就會 就會正常運作啦 因為通常梅筆斯也會提前出嘛 就等於說 他T2 T3 有的話就會拍下來 那沒有的話 那他如果T5拍 當然你就比較不信 可是 可是就 就假設你T5拍賽拉的話 對面 就你前面沒有 前面他沒有梅筆斯的話 那他後面可能 有的機率也比較小一點啦 相對來說 OK 那 不過這副你可以看到就 這副其實還蠻不錯啦 因為就是 這個牌組概念 基本上就跟以前一模一樣 只是現在這個賽拉可以 就是賽拉比較危險了 因為對面的梅筆斯 都很有可能會來克制你的賽拉 而且其實還蠻多人帶梅筆斯的 就是 就是 就是帶一張 然後 可以counter別人也可以保護自己 這種概念 保護你不會被浪 其實基本上完全 在寫實牌組裡面幾乎看不到浪 好 那一樣 這是寫實科技 這邊這個寫實科技牌組就比較 要範襯一點啦 因為 呃 呵呵呵 就是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我剛剛講的六件套 就是 Kitty 安吉拉 寫實 然後 然後再加上 被梅筆斯克 或是比如說帶 這什麼東西 彈跳 然後反而被梅筆斯克 其實可能都不用 你就自己帶梅筆斯 把別人克爛就好了 然後你就帶Cage來防 或帶 就是你就帶 Nightcrawler 夜行者跟Jeff 然後 你排 這排組其實就已經很妥當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勝率 其實是 蠻不錯的 魔方或舉例蠻不錯的 那 這邊改帶了一張 迷境魔 其實就是想來做一些 寫實內戰的東西啦 那這邊 就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 迷境魔可以來打寫實內戰 因為寫實內戰 比如說對面有帶Kitty的話 那你這個 幻境有可能偷到一個更大的Kitty 然後 假設對面是這個寫實零費的話 你很有可能可以偷到一張零費的牌 那假設對面是寫實彈跳的話 你可能可以偷到對面彈回來的零費卡 所以代表說這個幻境其實是 理論上可以來做內戰的Counter的 不過當然就你可以看到 我們帶了這個幻境進來之後 我們的勝率跟魔方或舉例其實都是下降的 這代表說其實Meta裡面還有一些其他東西呢 你這個幻境其實不會做太多事啦 因為你真的要偷到一張零費卡 才會對整副牌組比較有貢獻 或是一張譬如說一費的夜行者之類 你偷到Buster都不大好 所以你反而就自己 穩穩托托而帶Lukage來打一些減戰力的Hanger就好了 或是你可以帶Lukage來Counter一些減戰力的底型 其實都非常的OK OK 那第五 這一樣是寫實科技 呵呵呵 這就多帶了這個鋼鐵人進來 對一樣是寫實科技 多帶了鋼鐵人進來 那鋼鐵人就是 等於說你會有更多爆發 因為這副也有帶巴斯特 然後其實大分 全部的牌幾乎都會跟巴斯特搭 那巴斯特一樣就是 會讓你的鋼鐵人變5-3嘛 那等於說你鋼鐵人內陸就幾乎一定會贏 因為你內陸會有其他牌 然後鋼鐵人又會再爆一堆戰力出來 而且假設你把鋼鐵人內陸填滿的話 你寫實也會給內陸再加3戰力嘛 所以這邊其實鋼鐵人的話 就是你會有更多控制啦 你看這個魔方獲取率跟勝率也都是非常不錯的啦 不過比起本尊這一副 其實還是這一副的魔方獲取率比較好一點 鋼鐵人場數有比較多嗎 也沒有 其實這個場數是最多的 呵呵 這1200場 這可能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的 魔方獲取率跟勝率都下降了 因為場數變多 好 那接下來就是寫實移動啦 寫實移動其實是一個蠻神奇的東西 因為你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寫實移動牌組的 魔方獲取率都有大概一顆以上 就代表說這個其實是真的非常搭的 就這個跟寫實其實是真的搭 你可以看到其實其他牌組像是一些寫實科技 你都會帶這些移動的東西進來 那等於說這副就更all in在移動裡面 就會大概是有個蜘蛛人 幻視這類東西 那這邊稍微要注意一點是 這個末日博士其實跟寫實並沒有那麼搭啦 就是他的末日機器人跑到 填滿那一路的時候其實不會觸發寫實才對 只有末日博士自己填滿才會觸發寫實 所以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這邊一樣就是帶非常多的這個 帶非常多的就是移動牌啊 移動牌你就基本上把其中一張換掉 然後把寫實貼上去 然後這邊你也可以考慮帶 Kitty也可以考慮帶這個 有莫比斯來counter別人 帶Kitty反而沒有那麼好的其中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有兩張六費卡啦 你可以看到我們有 玉衡跟末日博士 那假設你要打Kitty的話 那你第六輪勢必就只能打一個5加1 那5加1就是你六費卡就會卡住嘛 所以反而不帶Kitty 就是說你不投任何東西在Kitty身上 可能或許還比較好一點 不過一樣這副其實 比較會偏向在移動而不是偏向在寫實啊 因為其實我之前好像也打 我上幾部影片也是一個寫實移動牌組啦 就是這副的魔方獲取率之所以會好 是因為其實移動也蠻強的 就寫實只是偶爾會觸發到而已 好 那這一樣是寫實移動 這魔方獲取率再更好 勝率再更好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兩場處其實都偏低 因為這副牌理論上是偏貴的 你看到我們這邊有寫實 Jeff 梅比斯 Silk 然後還有Elioth 就是這很多張牌都是要 都是五持卡 然後都要花 教練寶箱來買的 所以其實就比較困難一點 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場數都不大高 OK 接下來就是寫實卡雜牌組 比如這個這一副我有看到 我前幾天 欸?我做這部影片的留言下面 有人在說他還蠻喜歡這一副的啦 那這一副我看起來是還可以啦 就是魔方獲取率跟勝率其實都還OK 不過一樣就是我覺得這一副並沒有到特別厲害啦 因為 因為 一樣就是有這個迷勁模 然後有一大堆Efei的這個combo 不過一樣這副是非常便宜啦 因為只有這個 Dazzler 這叫什麼 炫音是 需要 是五持卡嘛 剩下其實都非常的平價 所以假設你 這應該比較偏向 比如說二三持的人 在玩啦 我在玩這一副啦 你看你也不用炫音啦 你就帶一個 那個 手手憨兒 就是 就是 3-2 然後給兩邊 兩個地區加二戰力 那張其實 來取代炫音也 蠻OK的 因為炫音最多就是3-8嘛 然後那張3-6 就是 其實沒有就差兩戰力啦 然後炫音你要填滿三個區域才會是3-8 其實有時候也偏難 所以這一副就 蠻容易觸發的啦 不過一樣就是 主要都會觸發在迷勁模上面 所以等於說你 理論上 第六輪是打 圈圈 然後再加 迷勁模啦 因為等於說最後 每個區域都留一格給迷勁模 讓 讓迷勁模吃三次這個血石的buff 好 那這邊是血石疏力 血石疏力 其實就 相對比較詭異一點 你可以看到這個魔方獲取率其實並沒有 像之前那麼好 而且場數其實非常低 那也是一個老瓶裝新酒的概念 不過寫石疏力其實就 就寫石感覺跟疏力就沒有到特別大嘛 因為要填滿區域其實偏困難 而且這主要原先是KittyPride 梳立就Kitty梳立 梳立Kitty的牌組 然後再加上寫石進來 不過因為說實在要填滿一個區域 其實有點困難啊 就而且通常這個 梳立Kitty只會填滿一個區域而已 所以寫石其實並沒有那麼厲害 算 就理論上梳立的確跟這個寫石疏 不是 Kitty的確跟寫石疏 不過就可能沒有那麼好 就理論上你想要做的事情是 你想要讓Kitty變超大 然後寫石理論上也可以讓Kitty變超大 不過事實上證明是有點困難的啦 就等於說你要再 就等於說你把這個寫石當做一個forge來用 這種概念 不過就有點難 OK 那這一樣是寫石疏力另一個版本 這個 這個魔方獲取率就比較好一點啦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有帶紅骷髏 紅骷髏 對梳立來說其實還是非常重要 OK 這就是寫石蟲群 這副也是一個滿有意思的牌組 而且寫石蟲群有滿多 滿多種不同版本的 那主要概念就是我們用蟲群跟吸收人的這個combo 能夠讓我們在一個區域快速的打三張 然後最後再打一張牌 到那個區域裡面就填滿那個區域了嘛 所以我們前面用寫石 然後 第二輪打寫石 第三輪譬如蟲群 第四輪吸收人在另外一路 那這樣三路就是 一三三的這個 填滿程度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打 T5打一張 T6打一張 然後就可以觸發寫石兩次之類的 不過 你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 你其實還是需要一點幫助啊 就這些牌組 你其實還是需要帶愛國者 或是像這邊帶愛國者跟 這個銀衝的這個狀況 才會比較好一點 要稍微注意一點 是這個場數其實超級少 這場數其實稍微少 然後 這邊滿有趣的是這個 超級外星人其實也出來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前面有非常多人帶一大堆 莫名其妙的持續卡 就是譬如說有梅比斯 或是譬如說有鋼鐵人這些持續卡 那這個 超級外星人都可以吃到這些效果 所以 理論上就是還可以 理論上 那主要就是你可以 等於說你有兩張梅比斯這種概念啊 就是你可以更好的康特 這個 怕梅比斯的牌組 OK 那這又是另外一種寫石蟲群 這是比較偏向銀衝的版本 然後 這是銀衝加鋼鐵 銀衝加愛國者 這只有愛國者 這三種不同的寫石蟲群 不過就是滿重要一點就是 你都還是需要帶會buff寫石 會buff蟲群的東西啦 要嘛帶銀衝 要嘛帶愛國者 要嘛兩個都帶 好 好的接下來最後一副是寫石 黑鷹 那這副就是帶黑鷹進來 呵呵呵 那可以想說為什麼要帶黑鷹進來 那因為帶黑鷹其實跟Buster還蠻搭的 然後 叩格其實也會幫助我們填滿區域 然後 就 就是黑鷹等於說 塞石頭這個動作 其實本身還是一個非常強力的手段 非常強的干擾手段 就是 現在 遊戲裡面 它一樣很強 呵呵呵 所以就 帶這些東西進來 而且其實他們都會跟Buster搭 然後Buster其實你就可以帶這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 剛剛的六件套我們基本上只少一個 B小譜 然後剩下的都在嘛 Kitty 安吉拉鞋石 迷晶魔 然後Hitmonkey 這些 就等於說六件套裡面少了B小譜 不過剩下的東西也都全部都在 然後我們等於說這副就會多一點干擾 那對面抽到石頭就必須要撤退 這類種概念 因為 你可以看到很多Dine America Travis的牌組 假設他中間 四五六 應該說三四五輪抽到石頭的話 等於說他最後一抽 他原先犧牲最後一抽 可是 你塞石頭進去他的牌組 他前面又抽到石頭的話 等於說他就會斷掉兩抽 所以其實就會對整副牌組有蠻大的影響 很多Kombo就會做不起來之類的 好 那所以這就是今天最後一副啦 那我們最後來看一下一些 就是我看數據覺得非常爛的牌組 那這是另外一副寫石黑鷹 不過這場數非常低 然後這邊有帶個降費牌 就是這個Renovarian Slayer 不過就看起來並沒有那麼好啦 因為場數很低 不過可能也值得一試 那這邊帶米淨膜 可以吃黑鷹跟鋼鐵人其實也蠻好的 OK 所以這次比較爛的牌組 這寫石純蟲 這就是只有帶蟲群 然後沒有帶愛國者 也沒有帶銀衝的牌組 那你可以看到 這一副雖然場數非常之多 那他的這個 魔方獲取率跟勝率其實就偏爛 勝率55%你可以想像 你就是只有一半再多一點點的時候 你會贏而已 所以你有比如說45%的時候你就會輸 其實就不是太好 然後這個魔方獲取率也跟著被影響 就是因為你場上書那你就會掉魔方嘛 所以這一副其實就不大好 而且這一副還蠻詭異的 因為他還混書力進來 就還混書力Kitty進來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喜歡這一副 可能很炫吧 不大確定 這一副就是非常的怪 我覺得 好 好 那接下來是寫石洛基 寫石洛基其實勝率也還好 不過就是一張一副算是普通的牌組 就沒有到特別強 那沒有到特別強通常就是有點爛 這種概念 那理論上這一副的概念是OK的 就是我們利用Kitty 加上一大堆一費會拿牌的牌 然後配上我們的收藏者跟洛基 理論上這是OK的 然後配上這個 費鷹我們又可以把這一大堆一費牌彈回來 然後再配上洛基 可是主要的問題就是 第一點就是有很多沒筆思嘛 所以洛基的降費其實未必會運作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這一副其實有點頭重腳輕嘛 就是 或說腳重頭輕 就低費牌太多了 然後你拿到高費牌的手段 其實只有洛基而已 所以導致你如果沒有進洛基的話 你整副牌是蠻有可能會爆炸的 因為你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 所以比如說這一副如果加一個 那個三四進來 加一個考生探員進來的話 其實可能就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加考生探員進來的話 說實在你也沒有什麼必要打寫實啊 因為寫實 你有時候寫實也不一定會觸發幾次啊 就假設你沒有進Kitty的話 你寫實其實也會偏難觸發 所以基本上就是寫實跟洛基是不大大的 好 那今天十種牌組就大概介紹到這邊 我個人其實最想嘗試的應該是 剛剛講的這個寫實零費嘛 第一張吧 然後一些寫實彈跳 其實感覺都還蠻厲害的 然後最後你可以再玩一個 譬如說寫實移動這個 其實魔方獲取率非常高的寫實移動 你可以跳一副來玩 其實都應該是挺OK的 就這三副我其實個人會比較推啦 好啦 那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還有留言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啦 掰掰